今次的题目就要我们评论有一个这样的分数 加上它之后等于0 我们一般见到分数就不好处理的 尤其是这些加法的话 我们都会想把它通分进去 如果我们通完分之后 就会有一条这样的颜色 我今次写在下面 A的平方 乘以BC加B-C 加B的平方乘以AC加C-A 加C的平方乘以AB加A-B 这些东西等于0 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可以间接proof到 有这一条式的出现的话 这条问题就做完了 只要我们除了A平方 B平方 C平方 这一条数 就会出现 我们要评论的这一条式 然后我们就着手处理一下 究竟怎样可以令到这一条题目 屈出到这一条这样的颜色 那我们看看 那今次呢 这一条东西就颇为多一条东西组成 有很多component组成 那我们一起看看 究竟可以怎样会出到这一条东西 那首先我们原本就有一条这样 这个以知条件 以知条件的第二条式 又是一个份数 这样加上它的形式 那既然我们的结果 要求证的部分 都通了份 那我们不妨都将以知条件 所有的这一条东西 都用来通一通份 那把它通了份之后 我们就会有一条这样的颜色 B C 乘以 B 减 C 加 C A 乘以 C 减 A 再加 AB 乘以 A 减 B 等于 0 那既然有一条这样的颜色的话 下面的题目呢 那就要求將它group成A平方,B平方和C平方 既然是這樣的話,我們就跟著題目這樣做 跟著題目的思路這樣去 把A平方拿出來 這個A乘以A就有一個A平方,這個也是一樣 如果將它跟回這樣group的話 我們就會有A平方乘B-C 再加B的平方乘C-A 再加C的平方乘A-B 這個東西等於0 之後就好辦事了 基本上,如果我們用下面的結果的顏色 減掉上面的東西 我們嘗試找回中間的component是什麼 即是這一條顏色,加上一條什麼顏色呢? 就會等於下面的這條顏色呢? 我們看到這裡有A的平方乘以B-C 即是B-C和A的平方已經處理了 那B的平方乘以B-C的平方乘以A-C的平方乘以A-B 那中間我們只剩下的就是 A的平方乘B-C 再加B的平方乘A-C 再加C的平方乘A-B 那這條顏色是否很熟悉面頭呢? 這條顏色是從哪裡來的呢? 噢,我們還有一個以G條件還沒用的 就是A加B加C 那你也看到如果我有這一條顏色 還有這一條顏色的話 那我們中間可以經過一個什麼的轉換? 沒錯,就是在中間我們乘一個 乘以A-B-C這個component 那如果將以G條件的第一條顏色 乘以A-B-C這個component 那就會出紫色的這一條顏色 那然後韓色加上紫色的那條顏色 那就會出了綠色的這一條顏色 然後到最後我們把綠色的這一條顏色 除以A平方、B平方、C平方這條顏色的話 那今次這條題目呢 要Proof的這條題目呢 就會自動出來了 就是這樣Proof